因为他这个年龄非常重要 因为他94年 我们大家知道的是 林丹是83年的 那陈龙是88年的 王正明是90年的 那田侯飞是92年的 那我们再剩下 有几个年轻比较好的 什么林桂普啊 和石宇齐等等 那都是97年的 这中间有一点点脱节 那如果有个94 93的人 能够在这个时候呢 顶上来 对整个队伍这条线 就显得相对比较完整 所以从这个比赛来看 我觉得他当然学从是 参加汤姆斯杯的 进入了这个视线里 是一个有利的竞争者 但是还要看后面的 一些4月份的一些比赛 我希望他能够 我从这个比赛来讲 如果现在马上决定 汤姆的名单的话 我想在我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 应该是可以有他的 有他的位置在 当然还要看看 后面的比赛的表现